以色列和伊朗势力之间的战争开始螺旋升级 美国为何无力阻止 随着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 巴以冲突正逐渐演变为 涉及以色列、建筑党和伊朗的更广泛冲突 在伊朗被迫选择用弹道导弹 对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和情报中心进行远程打击之后 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如果以色列将打击的目标转向伊朗石油、天然气和核设施 就意味着双方进入正式战争阶段 一场各自发挥优势的吸尘战即将到来 这将给中东地区带来巨大的灾难 对伊朗而言 唯一的选择就是不断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无人机等武器 以打击以色列的城市 而其攻击的目标也不再限于机场、情报中心等军事目标 以色列则会继续发挥其空军战斗力实力强大的特点 并且利用伊朗内部线人的帮助 不断打击其名声基础设施 这样一种战争模式 虽然受限于以色列与伊朗的距离 但是必将导致局势的螺旋升级 甚至出现美国被拉下水的情况 当然现在伊朗并不想把事情搞大 所以战争是否扩大的选择权回到了以色列手上 以色列当前的目标是抓住机会尽可能的削弱 黎巴嫩珍珠党武装力量的威胁 尽可能让其国民能够重返离以边境地区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 似乎他们还得派出地面部队 对珍珠党控制区域实施实际的战联 最好能够打出一个缓冲区 而对伊朗来说 在珍珠党主要领导层被以色列杀害之后 等于自己在这场战林战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那么接下来 伊朗对珍珠党的实施支持 有可能会吸一步加码 以确保以色列无法获得地面作战的胜利 当然 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不断进行的打击行动 可能还得选择打击以色列本土 而以色列内塔尼亚服政府展现出的 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强硬立场 说明 以色列很想抓住由哈马斯主动发起的击击 塑造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战场态势 伊朗作为珍珠党的主要支持者 为了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地位 德克兰似乎已经没有退路 必须采取行动来支持其盟友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地区战略目标 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 那么伊朗将展开更强烈的严厉报复 美国作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 其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行动 对局势有着重要影响 然而美国目前对以色列决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且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 特别是大选的临近 限制了其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空间 美国政府目前对以色列决策的影响力有限 而他们又不愿意被特朗普攻击过于软弱 这等于让内塔尼亚胡有志无恐 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伊朗势力之间的战争可能会一路升级 只要内塔尼亚胡政府认为有必要 那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可能就会进一步引发地区冲突扩大 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一场 更加广泛的战争 这将对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全球安全产生严重影响 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被迫在中东地区陷入又一场战争泥潜呢 这恐怕才是以色列想要 而美国又最害怕的结果